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售。 无论你拼不拼肯,王一博他都活成了很多人向往的样子,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扎根同样文化,价值观相似的你我,关于生活不免答案雷同,但王一博偏步,不按常理出牌,答案永远超纲,他自由如风地完成着生活在别处的梦想,人间不拆,春天人的自由都是晚上活在了狮和田野,白天依然露露苟且,但王一博不一样,他自己就是狮和田野。 年少出道,上城寒流文化遗风下起,内娱流量时代,被生活洗磨锤炼,不免会活得老神在在,未料他竟然是娱乐圈难得的赤子。 王一博从来都没有做过中国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13岁签约17岁出道,王一博早会的艺人生涯绝非是乖乖仔细的成长模板,他让这条少有人走的路,常人只能目送他的背影,从而获得某种不完整的,甚至是扭曲的理解,但其实他只是爱跳舞。 大多数之所以会是大多数,是因为按套路出牌活在了柯岛中,而王一博最难得的不仅是过人的演艺,而是那么年轻的时候就笃定了心意,愿意为梦想拼尽全力。 常而言里,王一博不走寻常路的最大代价是学历短板,跨国力习生的特殊经历耽误了深造韩国汉林一高的,的确不是什么含金量短岗的证书,但是这并不折损王一博学习力超权的事实。 他在生活这所大学里早就读了预科班,甚至成绩优越的令人汉言,他学习了专业的态度,身兼主舞和门面的担当,年龄最小的rapper小王,在UNIQ组合当中是最闪亮的心。 天生属于舞台的灵魂舞者,舞台与他有种浑然天成的归属感,鼓血当中折服着毅然毅爆的hiphop基因,音乐响起就在每一寸神经末梢,炸裂。 能够挺过,魔鬼训练在韩国最终出道本身就是异能精湛的体现,业务能力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这也是他的金句。 在韩寿训的魔力是王一博舞蹈实力灭盘的过程,所以才有了后来大大小小的任意舞台,随时随地气定神弦的fighter王者王一博。 他领悟了职场文化,献函令下的中韩男团UNIQ前途捧测,归国爱豆在国内秀心当道的气候之下,没牵手优势,没粉丝主场,难有示意舞台。 刚开始涉足综艺影视,常识转型发展的他像极了韩剧《卫生》中的,勿然变成商战菜鸟的奇谈高手张格莱。 每个舞台每次亮相都不容小觑,好在有业务能力傍升,专业态度背书,在韩语养成的社交习惯,尊卑长幼有序的礼仪, 让hiphop小王在职场有超越性格的乖巧懂事。 乃嫖柔在的顺毛少年,也的确像是张格莱一样的温良轻功,深得业界长辈的户爱。 韩国男性清秀斯文的审美观里,有着我国率直认诞个性鲜明的魏晋风度内涵, 而韩国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也内影着儒家文化底色。 跨国学习的阅历,语言障碍的扫除,令他在汲取中韩两国文化且融会贯通之上有天然优势。 韩式男性审美源于花廊文化,外貌在韩国男性社会竞争当中影响深远, 在韩国男性普遍精云美容之道的氛围里,王一博自然也爱美惠美, 而今时尚演艺力MAX的顶流王一博,时尚基调高端大气有腔调, 韩式审美的时尚精英共不可没。 归国之后的王一博不断成熟,逐渐适应了国内文化。 陈明座《陈前令》就是对他人文素养,审美精神最适观的检测。 他饰演的蓝战清冷孤绝,却有着云无心已出幼的灵秀郡仪, 通身君子气盛贤风的确堪称又仙又帅的,肇事如珠,景行寒光。 很多粉丝是因为陈信令,因为蓝忘机爱屋及乌的粉塌。 角色引擎肯定是存在的,没有蓝忘机的角色光约, 很多人都不会有机会走进王一博, 但了解到蓝忘机背后那几乎颠覆角色的演员王一博, 才是真正盛大沦陷的开始。 在爱琳那一句成名要趁早,很多人只get到了, 早与功力却未得到其要领, 人就该趁年轻的时候去搏一搏, 因为年轻所以错得起,伤得起也倔得起。 爱琳的生命在于脸,严再不能输了, 王一博五官轮廓不算深邃, 盛在精致毅力清冷疏离, 美少年如骨瓷精致到脆弱, 像樱桃柔味到窒息, 低眼或不绝惊艳, 但自带贵气的淡言戏宛如清酒, 口感醇厚,回味无穷, 越品越上头越看越乃看。 他招人爱可是不光是因为颜闹, 更是因为少年兴起, 说到虽早,但人保留着与年纪相称的质朴, 在云华游乐圈素艺耿直出名的王一博性格偏冷, 增益感不高, 但是却常有冷幽默, 出其不意,令人觉到, 嘿,大约这年头油翼断子太腻, 大众还就稀罕着这样的小葱拌豆腐, 2019燃情盛夏全网收拾禁鞋的陈情令, 将21岁的王一博送上顶楼王座, 说资本青睐流量裹鞋也对, 但是正如大张伟的话, 王一博跳舞好看吧,用童年换的, 小红靠捧,大红靠命, 说到底没有一滴汗会白流, 靠命八字不如也得自己写嘛, 暴红是双刃剑, 益处不必说, 坏处也实在, 那就是人设标签, 束缚艺人真实性格, 如果说娱乐圈是楚门世界, 被劝养的明星的确很难自我突赔, 因为啊, 由脸入奢翼, 由奢入脸难, 能走花路, 谁想踩荆棘呀, 不就是看在鲜花掌声的牌面营业呗, 可王一博是个特例, 他没有人设, 人设圈不了他, 打小就爱折腾的人间神兽, 出道组团还是神兽团的河南小王, 穷过寒鱼深水, 又有前辈引路, 啥不懂啊, 啥看不透呀, 高冷不是人设, 他只是慢热的暖水瓶, 而且啊, 梗直的连营业也不想违心罢了, 对王一博来说, 红没红, 没啥不同, 该咋样还是咋样, 比如说身为堂堂的七尺男儿, 还是怕黑怕虫怕鬼, 哎呀这就尴尬了, 跳舞拽的是二五八万四的顶流, 认怂认的那叫六, 哎王一博啊, 你偶像包袱呢, 孩子坦承成这样, 你还好意思笑他, 不能啊, 其实啊, 因为心理阴影, 阴影来自于做练习生的认识, 秀是真优秀啊, 苦也是真的苦, 韩国练习生专业傲人, 但傲人的背后是出道率不足10%的竞争, 超负荷训练被训斥体罚残酷的定期淘汰, 得时刻精神紧绷着撑过地狱般的训练, 心理煎熬可想而知, 英语来自于少小离家的孤寂啃吃, 午夜梦回的无助惶恐凌晨三点汉世的练习室, 我们看不见, 我们能看见的只是那一根叫做安全感的弦崩溃的瞬间, 论说多少的委屈都只是憋在心里, 后来他清清淡淡的说, 不是不想说, 和谁说去啊, 谁管你啊, 而有被人恶意寄血以恐吓, 见面会被黑粉破红漆, 出眼蓝忘记被鄙夷讥讽讽讽计方式遭到泄漏被骚扰, 被绯闻而遭粉丝脱粉回彩全网黑, 从13岁签约开始, 娱乐圈职场滑金之下, 那些臭不及防的口吓和伤害, 始终迎魂不散, 如屈复古, 我们的社会向来推崇不屈不挠, 视负面情绪为软弱和缺陷, 男人更是从小被教育, 有泪不轻弹, 一折善有者不败, 给负面情绪合理出口接纳他, 其实就是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王一博当然知道, 怂并不值得男人夸惨, 他只是选择了直面恐惧, 选择与过去和解, 选择在被阴影撂倒前吃掉最大最丑陋的那只青蛙, 所以他可以孝子认怂, 并且亲自的把央务英三的梗捂出圈, 所以他成为了玩状极限运动, 竞技性运动的跨界酷改, 所以他怕黑怕虫怕鬼, 却不怕挫折受伤和挑战, 所以他用物理性风险锤炼弹气, 慢慢治愈心理创伤, 摩托滑板冲浪, It's my lip, Now or never, 我不怕千万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 于是他从楚门世界出走, 成为世上不二的自己, 成为天影像上常驻综艺主持, 18岁, 出演影视剧, 人间志位是清欢, 19岁, 担任选秀综艺, 创造101导师, 领衔主演, 仙侠古装剧陈情令, 20岁, 有些人的20岁还是一束突之, 而有些人的20岁, 已然是受过满志, 真真是后生可为, 王一博演员是有气质的, 王一博饰演蓝战, 清秀瘦削, 修身细腰, 外形上贴合角色的秀古倾向, 更难得的是受益于五折体态和基本功, 力量柔韧度, 协调性等身体素质藏气于身, 在文武兼技当中, 淋漓尽致地诠释出了胸有秋鹤, 目存山河的仙侠气质, 舞者一人他的审美心理与运术感受, 是传承经典后继勃发的, 身为跨界玩家, 他的自我效能与人身宽度优势, 自以汪洋, 朝气蓬勃的, 这使他身上同时呈现了, 力与破两种风格的统一矛盾, 因晕出文化的厚度, 演员王一博是有慧根的, 表演是拟态艺术, 情绪种子终究是从演员的真实经验当中孕育的, 因此当然有本色成分, 但是王一博终究不是蓝王级, 也没可能完全同理角色气象完全的内心世界, 好在他身上有一股天资过人的聪明劲, 是无师自通的方法派, 不像体验派那样的感性与无我, 而是通过知觉下的感性, 见构一词一笔, 我尊有你的角色, 拿捏得住以简胜凡, 格物置之的蓝色气质, 甚至诠释了远超于年龄的成熟姿态, 明明没有太多具体人生经验, 却看到了事情的本质, 抓住了表演的基要, 这就是回根, 虽非本次出演, 但是王一博与蓝王级有性格交集, 譬如人狠话不多, 汪鸡话不多, 波鸡话更少, 话少是不讲客套话场面话, 但与寒几风时, 言谈却颇有寒意, 成长是回到原来摔倒的地方, 再来一次, 梦想足够帮你去碎所有的犹豫, 任何事情做到极致, 就是一术, 我不是想赢, 我只是不想输而已, 话少不免显的高冷, 但相应的是雷霆手段, 能行动决绝, 也绝不多说废话, 让人心安, so, 汪鸡最酷的话是我在, 搏鸡最酷的话是换别人吧, 你们, 你不喜欢我呢, 你就换一个你喜欢的呗, diss我颜值的人, 你们不要diss了, 你们去喜欢别人就好了, 不用来diss我, 粉丝只是陪我一段时间的人等等, 不要只喜欢我, 然后忘记找男朋友, 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 喜欢自己的另一半, 比起用恋爱幻觉固分, 他清奇的令人肃然其境, 不给幻想更不迎合, 爱我就爱我本来的样子, 再没有比通透的人成为偶像, 是比对粉丝更好的事情了, 爱他却不必局限在狭义里, 被逼种的爱裹挟, 失去自己, 懂得给空间的王一博, 是很会爱的爱人, 王一博很难被协议定义, 他是舞者, 歌手, 演员, 主持人, 偶像明星, 甚至极限运动爱好者与专业运动员, 多重角色贯穿其自然人生和演目人生, 如镜中镜互相成像, 建构审美形象多重现的一场域, 一句话堪称当代优秀协纲青年的典范, 同时他的个人魅力又明显超越这些标签, 超越粉丝期待, 超越观众改观, 超越界域事业, 在时代潮流文化当中构成意义独特的一道风景, 这样的他偏偏还握着一圈最有竞争力的一张王牌, 那就是年龄, 有的是大把青春天花把还很远呢, 没文凭没文化, 他另辟其境的个性化成长, 颠覆了人们对于优秀常规意义上的概念, 有颜值有态度, 他的职业修养和业务沉淀打破了人们对小鲜肉滑而不实的成见, 这些性情没包袱他对内在精神深密的看重, 刷新了人们对流量偶像的人事化的印象, 但即使早已机身顶流, 他一直都还在等一个最滑踩的舞台, 他是镜头前压力越大表现越惊艳的艺人, 也是赛场上一强则抢有竞争就爆发的选手, 然而无论有多少的标签, 多少底牌, 骨子里他还是个舞者, 所以他来街舞三炸舞台, 这是他的主场, 狮子回到领地, 每根综毛都抖擞着肉眼可见的欢愿, 他的媚眼, 他的小括号, 他在画牢当中沦为表情包, 此刻他所有的奶和酷都找到了心灵归宿, 这种在battle当中乐趣天成的爽, 心无旁骛, 心流滚滚, 只有真正的舞者才会懂, 摒弃沉云欲望, 活出生命质感, 用童年换舞台, 用时间换空间, 用物理战线, 换心理疆域, 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王一博, fighting!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